可以在大年初一的這個早上 1點到3點或者是9點到11點 不管你是在家裡或者是飯店 以這裡為中心點 然後往東北邊 找一家自己覺得不錯的陽廟 像廟裡的這個神明呢 祈求因緣浮現 他竟然高了一個七千有八 收紅包壽禮 不能是單數的 因為單數跟是 的戲碼是不吉利的 再把油補回去 吃了一個三千有八 好大氣死了 我就想到他有生之年 就想到兩個白包 既說不吉利的話 死啊、亡啊等字 在過年期間 更是禁忌 以免招來不良的影響 旁白哥八寶 不可能初一就這麼順吧 黨煞通運球桃花秘技學起來 一年就等這一天 那想要在新的一年 這個財運亨通 因緣浮現 那大年初一 不要忘了贏財神求洗神 這個可是今年的 第一個願望 如同是投降 那願望呢 會特別容易實現 投降不是說在大年初一 廟門一打開 大家衝衝衝 只顧著去擦第一 沒有想到 什麼願望都沒有許 還跌倒受傷 不是倒楣在先的嗎 求洗神 也就是求姻緣 求感情 可以在大年初一的這個 早上 1點到3點 或者是9點到11點 不管你是在家裡或者是飯店 以這裡為中心點 然後往東北邊 找一家自己覺得不錯的陽廟 像廟裡的這個神明呢 祈求姻緣浮現 東北邊如果沒有覺得不錯的陽廟 可以往西南方的這個陽廟來祈求 陽廟就供奉 觀世音菩薩 觀聖帝君 財神爺 媽祖 娘娘 或者是福德正神 而不可以到陰廟 百姓宮 百善爺 百靈宮 這些叫陰廟 在大年初一的時候 即吵架 或打罵小孩 或者家中恐怕會招來 觀送是非 可以灑水 掃地 或者是倒垃圾 以免 掃掉家中的柴氣 有果皮 這個垃圾 可以用撿的 就是隨手把它整理好就好了 不要掃地 這個禁忌呢 初五的時候就可以解除了 即殺生 大年初一殺生 恐怕會招來雪光之災 即向人要債 除了給對方觸眉頭 對自己也不好 即欠錢 若是有欠別人的錢 最好在這個年前就把它還清 即吃稀飯 那稀飯以前是窮人家吃的食物 在新年吃稀飯 會觸眉頭 那代表未來的一年財運會受阻 稅午覺是不好的 俗話說 男稅填崩 女稅儲垮 稅午覺就是偷懶的象徵 會影響一整年的事業運 即燈全關 大年初一的晚上 不要把燈全部關掉 尤其是家中有光奉神明的人 把燈全關了 會讓新的一年 這個前途這個暗淡 即回娘家 嫁出去的女兒 不要在大年初一 就回娘家 最好在初二、初三回娘家 否則會影響到娘家的家運 大年初一你如果就回娘家了 那婦家那邊怎麼過年呢 這個是互相的問題 你寫一下女士看 過年他包的紅包 是雙數 他竟然包了一個七千牛吧 說紅包受禮 不容是單數的 因為單數跟是 等係嘛 是不吉利的 接下來有補回去 是一個三千牛吧 我大氣死了 你又想到他有生之年 就想到兩個白包 既說不吉利的話 新想事成 萬事如意 好運旺旺來 報導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我明天就開心 心想事成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